捷運車廂內所有乘客的目光 都往同一個方向看 因為有兩名女子吵架吵得好大聲 推來推去還互扯頭髮 其中一人眼鏡還被拍掉 其他人就怕被打到趕快閃邊 這時剛好到站門開了 但鬧劇可沒結束 他們竟從一路扭打到月台 這樣要上車的民眾有夠尷尬 遠景才說冷靜一點 但兩人越講越激動 都說是對方先動手 結果移調監視器發現 衝突是在上一站 忠孝新城站爆發 是轉城站熱點 人本來就多 當時還是下班尖峰時刻 而這就是導火線 當時其中一名女乘客 就是看到門開了 很多人上車 她就挪動腳步 一個轉身 結果就跟另一名乘客 發生肢體碰觸 兩個人就爆發口角 把車廂當擂台 被拍落眼鏡的女乘客 決定提告傷害 其實上半年 捷運糾紛案件高達194件 車廂擁擠造成碰撞 是常見的衝突原因 尤其像忠孝新生這種大戰 乘客也很頭痛 已經沒有位置 後面的人一直擠來擠去 然後就很不爽 不敢講 萬一她有一些危險的動作 就擔心一言不合打起來 只是如果為了發洩情緒 讓捷運變戰場 恐怕氣還沒消 挨告的船票就先到 TVBS新聞中 有了無雅開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